作詞曲 李宗盛 把荷花的脂尾 浪漫的夏夜 牵着手那就是幸福滋味 有些血液的感觉 快乐都忘记我是谁 不知不觉那些轻松岁月 要紧我 让我回到温暖的下时候 我和你还有相遇回忆花朵 靠近我 让我回到相遇的时候 我和你还有做不完的梦 我和你还有做不完的梦 我确实也不太了解 就这样我先告辞了 等一下 你难道就不怕法律的制裁吗 你到底想怎么样 宋叔你先别着急嘛 坐下来喝杯茶 宋叔你刚刚说 潘伟森要做一件大事 不知道潘伟森看到这个以后 会不会把你当成他所要操心的大事呢 这不过是一个房子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这的确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不过 你说要是潘伟森看到了 他会怎么想呢 你威胁我 宋叔不要生气嘛 我也不想为难宋叔 只要宋叔愿意帮我这个小小的忙 那我们两个 岂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沈小姐 古分的事情我们会 宋叔 你现在好像没有资格 跟我讨价还价吧 长青啊 那个 你让我怎么帮你 你总得先说说吧 行 那你先说说潘伟森 他要做的大事是什么 董事长发现最近市场上的生物科技大有前景 他想用手里的钱 开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对了 丁家慧从外面回来了 丁家慧 他不是被潘伟森赶出去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呢 这丁小姐在外面无所事事 又过得极其奢华 可能是有些支撑不住了 就回来找他的父亲 所以 你现在丁小姐正猛足了劲儿 想表现自己呢 现在丁小姐正猛足了劲儿想表现自己呢 家慧谈好的法国公司 放弃我们的合约了 宋叔 你就把美国那家生物科技公司介绍给丁家慧 他现在急于表现 一定会采取你的建议 我一定要把这个证据交给警方 一定要把潘伟森 在国外离岸公司的钱藏实力 蚕食干净 让他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你们两个谁来告诉我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爸不关我的事 那家公司是宋叔叔介绍给我的 联系方式也是他给我的 那两个美国人也是他跟我一起接待的 是他和我说这家公司很可靠 后来也是他负责调查这家公司的 爸爸都是他的责任 都是因为我太过于相信他 我才会上当的 职豪 我在等你的解释 家慧小姐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你年幼无知上了别人的当 害得董事长亏了那么多的钱 你害怕董事长责怪你 所以你急于要找一个替罪羊 你说是我把那家公司介绍给你的 请问 你有证据吗 你总不能血口喷人吧 宋职豪 你居然不敢承认 你这个隐仙小人 爸爸 不要想起他的话 一定是他在搞鬼 他一定和那个人是一伙的 爸 我们报警吧 让警察来抓他 哼 家慧小姐 就算你报警我也不怕 如果我真的进了局责 万一我要是受不了 说出点什么话来 对大家都不好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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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职豪 你竟敢背叛我 我待你不薄啊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 当年 你不过是审视底层的一名员工 是谁把你一步步提拔起来 是谁让你用了今天的身家和地位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如今见我倒霉了 你就迫不及待地踩上一脚 我倒要看看 你能有什么好下场 哼 哼 董事长 哼 哼 哼 你是提拔了我没错 可是这么多年 我为你做了多少事情 你扪心自问 你也不用摆出一副大恩 人的嘴脸啊 你是为我宋志豪付出过 可是 你也吩咐我做了多少见不得光的事情 你是不会吃亏的 你这是在跟我算小账吗 嗯 董事长 看来你是偏听偏信你的女儿 不相信我了 既然是这样 我也没必要在这碍你的眼了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从现在开始 我宋志豪跟你们 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能走 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 你就不能离开这里 丁家慧 你要有本事就去报警 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胡搅完颤 让开 不 你 宋志豪 这件事 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干的 我了解你 你没那么大的能耐 是沈长青收买了你 对不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件事 就是沈长青的阴谋 你不过是他手下的一枚棋子 对不对 董事长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阴谋 更没有被谁收买 不好 这件事是他干的 我知道一定是他 不好 是他做的对不对 是他把我已经陷阱 已经都是他进化好的对不对 你说啊 丁家慧 犯什么病 我什么都不知道 爸爸 不管我的事 真的不管我的事啊 你都看到了 沈长青联合宋志豪 把那个坑让我跳 我防不胜防啊 爸爸你不要生气 我知道我让你损失了不少 可是 可是以后我会转活来的 爸爸 你要相信我 嗯 爸爸 我一定会把那个鞋子 赚回来的 爸爸 爸爸 非 啊 哼 哼 哼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如果不是你太过大意 怎么会这么轻易地 掉进他们的圈套 你给我滚 给我滚出这个架 再也不让我看到你 爸爸 我是你的女儿啊 如今妈妈走了 宋叔叔也走了 雨露还是个孩子 你身边有没有 结训人的人 我知道这次 是我不够谨慎 是我好大喜功 可是 我也是被爸爸好啊 爸爸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啊 你走吧 我暂时不想看见你 别开玩笑 大喜 你 伟森 我早就说过 这个沈长青啊 他就是一只狼 一只狠毒的狼 人如果遇到了狼 不是把狼打死 就是被狼吃掉 韦森 你一定要早下决心 现在沈长青的实力大增 又有徐坤和华雅的鼎力相助 再这么任由他发展下去 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了 跪 韦森 你听我说 跪 丁佳慧 你敢打我 我就是打你了怎么样 有本事你去告诉我爸呀 要是我妈还在身边 我爸怎么会照对我 我打的就是你个不要脸的 我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呢 自己没能力 只会靠父母 说得好听一点 你就是家里的寄生虫 你 还敢打我 丁佳慧 你每天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 我真不明白你有什么好嚣张的 你不过就是有一个不要脸的老妈 还有一个有钱有办事的老爸 没有了你爸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看你之前 被你爸爸赶出家门 你活的那个鬼样子 简直就是丢人 你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 我能拍上你爸爸 那是我的能耐 你呢 你以为很了不起啊 你也不想一想 有一个男人真心地爱过你吗 啊 哼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你给我出来 快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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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 什么 我的股票被转走了百分之十 啊 什么时候的事 谁转走的 转到哪去了 丁鸦琪 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来 你等着 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 妈 我今天 又差点让爸爸赶出去了 嘉惠 你让你爸爸赔了那么多的钱 他没把你赶出家门 就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在你爸爸眼里 没有什么比钱更亲的了 妈 你到底在哪里啊 嘉惠 你在跟谁打电话 是不是跟你妈 是 给我 丁亚欠 你竟敢赢我 韦森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就不打算瞒你了 那笔股票是我赚走的 不过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 你应得的 你一穷二白进了我的家门 吃我的 穿我的 你跟着我才过上了荣华富贵的好日子 这个家什么东西是你的 我和你在一起二十年了 给你生儿育女 为了你受苦挨骂 那是你自愿的 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为了攀上我能过上好日子 你以为我会可怜你吗 丁亚欠 我警告你 把我的股票还给我 否则我让你进监狱 你笑什么 韦森啊 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你真是不了解我 我既然有本事 从你那里骗走了钱 我就有办法 让你哑巴吃黄莲 你说什么 你还记得欧海洋出车祸的事吧 文件都找到了 很好 连同车祸那一笔 我会一起汇到你账户 你拿到丑牢以后 就给我立马消失 不许走了半点风声 否则的话 我会让你彻底消失 你想想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 交给你女儿沈长青的话 你猜他会怎么对你 这些日子 他为了给他妈妈 为了给他欧叔叔报仇 可是费了不少心思 你 你现在长本事了 给我留这一手 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越是身边的人越要防着 我看不如这样吧 如果你不想进监狱的话 这笔钱 就当是给我的风口费了 你说呢 丁亚琴 你 好 丁亚琴 算你狠 你最好求老天保佑你 别给我抓到 董事长 东西带来了吗 我可以给你双倍的钱 不过 要再帮我办一件事 哼 只要给钱 让我干什么都行 潘伟三虽然还在台上 不过跟个摆设也没什么区别 对你提的一些建议 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而是啊 听之认之挺好 那是对我们长青没有办法了 哼哼 只要他不挑衅 我也不会正面和他发生冲突的 这段时间 我们基本上是互不干涉 就算是在公司碰面了 也当做是没看见 喂 我是 潘玉龙的老师 是啊 沈小姐 你弟弟潘玉龙在学校 将同学的头打破了 如今那位同学的家长找来了 事情闹得很严重 老师 潘玉龙的事情 你还是给他爸妈打电话吧 再见 老师 潘玉龙的事情我真的做不了主 就算是过去了 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还是再给他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吧 都打不通 行 那我马上过去 一会儿见 诶 长青 你真要去 潘玉龙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 而且把人家的头给打破了 我现在要过去一趟 不是 潘玉龙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老师跟你打电话干嘛呀 潘玉森去日本出差了 赵珍珍和丁家慧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老师也是没办法才给我打电话的 况且 人家说要报警 如果我们这边一个人都不去的话 那事情一定会闹大的 那你就让他报呗 那咱有关系吗 李家 他得多难受啊 好吧 那我就让王叔开车送你去 别了 王叔最近感冒发烧身体不太好 让他好好休息吧 我自己开车去就行了 那我 哎呀 坐下吧 陪我喝着说着聊着 去吧 那我先走了 你小心点啊 嗯 他还是个孩子 我已经通知他的家长了 孩子毕竟不懂事 这样子 我们商量一下 商量个解决办法 你好 我是潘玉龙的家人 孩子 有这么不懂事的孩子吗 我儿子比他小两岁 这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位家长 那你想怎么解决呢 你是潘玉龙的家长是吧 潘玉龙把我儿子头打破 缝了七针 你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玉龙 快跟叔叔道歉 就不 为什么呀 你打别人就是你的不对 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不可以打别人的 赶紧跟叔叔道歉 赶紧 我才没错 我不道歉 就不道歉 玉龙 我 实在抱歉啊 我们会教育他的 这是我的名片 您放心 你儿子的医药费 我们会全部负责的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老师 我麻烦您了 您快去追吧 好 玉龙 你这是怎么了 啊 玉龙 我才不跟你说 反正都欺负我 他不会有人管我的 怎么会没有人管你呢 姐姐不是过来了吗 姐姐会管你啊 但是姐姐跟你说 不管怎么样 都不可以打别人的 打小朋友就是你的不对 知道吗 不哭 姐姐 救命 刚才啊 我又去了一趟幼儿园 园长他们告诉我 有个小朋友 看见常青他们 被两个男的带上了面包车 而且 他们当时还是处于昏迷状态 都怪我 早不感冒晚不感冒 偏偏这个时候感冒 要不然 我当时跟着常青一起去 肯定出不了这样的事情 王叔 你也别太自责了 这事也不怪你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想办法找到常青啊 对对对 王叔 你去问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说 带走常青的人长什么样子啊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那孩子 就是扫了一眼 只看到这么多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怎么办啊阿姨 那常青要是真的出事了怎么办呢 是啊 我这才出门几天 怎么就出这样的事情啊 帕维森他们来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我通知的 这不潘玉龙也不见了吗 怎么也得让他们知道 怎么回事 我在日本 听说我儿子出事了 就马上赶了回来 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潘总 出事的不只是你儿子 出事的还有常青呢 潘总还会记得常青吗 好了好了 现在事态紧急 我不跟你们争辩这个 谁能告诉我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还不是你们家玉龙嘛 在幼儿园 把别的小朋友的头给打破了 你们家这两个女人 一个都联系不上 常青去了之后 本来是要把这些处理完 把玉龙带回来的 结果就在那个破亭车场 这要什么人 给他挥皮带走了 救坏你们两个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 要不是学校联系 不上你们两个人 长青根本就不可能去 坏人明明是 冲着你儿子去的 长青根本就是被连累的 怎么了 潘叔叔 什么是你走 你们家这两个女人 就都失踪了 你一走 你们家两个女人 就都不管孩子了 你就这么当一家真主的呀 结束玉龙是他的事情 我去了美容院做美容 手机关机了 根本没有接到小方电话 我今天不舒服 我吃了药我就睡着了 我没听到电话响啊 你 让我怎么说你才好 我一直交代你 让你帮我看好孩子 你是怎么看好的 我告诉你 要是玉龙出了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你们废话完了没有 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要不报警吧 就算报警 我们也要在 警察来之前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我儿子还在他们手里呢 那靳东啊 你说该怎么办 既然是绑架 带头肯定是求财 冷静一点 他们肯定会打电话过来 对对对 先等他们的电话 先等电话 不管他们有多少钱 我一定要把我的儿子救出来 有了你这样的人吗 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就一点都不管 常青的死活吗 他就管我的死活了吗 你别忘了 是他先跟我断绝父女关系的 我和他恩断义绝 你们够了没有 都这个时候了 你们讨论这些有意义吗 都过去五六个小时了 绑飞怎么还不来电话 常青怎么那么惨呢 从小吃了那么多苦 吃了那么多醉 现在日子好不容易 好过了一点 还发生这种事 常青 你到底在哪里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会找到你 现在我弟弟被绑架了 你是不是很开心 嘉慧 这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啊 好了好了都给我闭嘴 好了我们先回去了 许董 金董 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 麻烦你们尽快通知我啊 拜托拜托了啊 走 韦森 爸 你快想想办法救救弟弟啊 行了 难道我心里就不着急吗 哎 嘉慧啊 你妈妈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络 有过两次 不过都是电话联络 没有见过面 她也就是问一问玉龙的情况 如果你妈妈再打电话来 你记住 千万不能告诉他 你弟弟被绑架的事 免得他发起疯来 节外生枝 害了你弟弟 嘉慧啊 你要放聪明一点 你妈妈的心思 已经不在这里了 在这个家里 你要依靠谁 该听谁的话 你自己心里明白 爸 我知道了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嗯 韦森 说好了演戏吗 怎么下手那么重啊 看把我脸打的 韦森 韦森 你就不要担心了 只要过了这一关 你就能拿回属于你的一切 你就还是那个 人人仰望的潘韦森啊 赵珍珍 一龙最好平安无恙 潘韦森 丁雅琴 你们害了我的儿子 我也不会让你们的儿子 得到好报 噢 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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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在电话里提出了赎金 长青五千万 玉荣三千万 玉荣那三千万 当然是由我来出 长青的那份 长青的那份 这不劳你费心了 他们还说了什么没有 他们还说不许报警 否则他们就撕票 还说他们会再跟我们联络 除此之外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那你有没有和长青对上话 他们说完这些话 就把电话挂了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开口 那你有没有察觉到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 我的玉荣 他还那么小 他就 这帮人呀 你太没人性了 卫森你放心 玉荣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啊 喂 喂 林浩 常青被绑架了 你说什么 常青被绑架了 我马上过来 现在怎么样了 林浩 你怎么来了 是我通知他来的 常青到底怎么样了 你先别着急嘛 常青还没有消息呢 你到底是怎么保护他的 我怎么保护我的未婚妻 是我的事情 轮得到你林先生 来兴师问罪吗 好了 大家都是关心常青的人 就不要再吵了 现在追究这些 还有什么用呢 还是想想 怎么救常青才好 报警 不行 报警的动静太大 呆徒很容易知道 如果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 知道我们报警 会对我们不利的 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去办事 结果怎么样 不也是在白白耽误时间吗 不管怎么样 我都得确保常青的安全 金锐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常青吗 我告诉你 我先把常青救出来的心 不比你少半分 我也不同意报警 现在常青那边的情况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一旦报了警 把事情闹大了 常青会更不安全 那现在怎么办 就这么等着 可真强 临世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 我们大家也都很担心常青 可是现在 我们 你们不觉得这次绑架很蹊跷吗 常青就去了学校一次 就被绑架了 如果歹徒的目标是潘玉龙 他们怎么知道潘玉龙会去停车场 难道说是偶然 不想 看绑匪的样子 应该是预谋好的 可是王叔的感冒是他们预料不到的 王叔身手那么好 平时跟长青顺步不离 要在他和长青的面前绑架潘玉龙 难度太大了 绑架潘玉龙 应该是等赵珍珍去接的时候下手 才更容易 除非 他们的目标本来就是长青 没错 这样才和好情理 如果长青被绑架了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潘卫森 不会吧 就算潘卫森再不喜欢长青这个女儿 可是被绑的还有他的宝贝儿子 可是如果真的是他安排的 那潘玉龙就不会有事啊 玉龙还那么小 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心里一定会有阴影的 如果真是潘卫森的话 他连儿子都不顾了 那他就太不是人了 不 不派出这个可能 潘卫森是一个不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但是 长青之前跟我说过 当初我海洋的意外 就是他间接导致的 如果这个事真的是潘卫森干的 那就好办了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找到线索 可是潘卫森是一只老狐狸 做事情滴水不漏 想要在他身上找到线索 还不打草惊蛇 难度太大了 谁说潘卫森没有弱点 我 就能套出他的秘密 你怎么了 我冷 过来吧 扣在我身上 好点了吗 他们会打我们吗 你别害怕 有姐姐在呢 我们两个一定可以逃出去的 爸爸怎么还不来救我们 你放心 你爸爸那么疼爱你这个宝贝儿子 他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你的 说不定 他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呢 他们这群坏人 等爸爸来了 我一定要爸爸好好教训他们 以前 你不也说我是坏人吗 他们都说你是坏人 很坏人很坏很坏 谁说的 妈妈和姐姐 还有家里的阿姨 都这么说 爸爸也说你不好 你回来就抢姐姐的房间 还欺负妈妈 我也觉得你是坏人 算了 反正跟你解释也没有用 你是不会懂的 那你就把我当成是坏人好了 你不是坏人 你不是坏人 老板 老板 查到丁亚青的下落了吗 查到了 好 现在只能靠他 来替我试探潘维森了 我 潘维森 丁亚青 你这个蠢货 你这个废物 你把我儿子还给我 还给我 丁亚青 你这个疯了 你干什么你 你好大的胆子 我正愁找你找不到呢 你得自己松上门来 快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你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 好你个潘维森 儿子现在生死未博 你脑子里除了奖金 就是想把我们母子俩 赶出家门 你 你 你就这么急着 把我们俩赶出家门 是想干什么 是想把那个妖精 取集家门吗 你 我告诉你 你休想 在儿子没有平安会了之间 你休想这么痛快的 就把我给甩掉 我还要告诉所有的人 儿子就是你们害死的 害死的 是被你们害死的 你怎么回来了 我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一路就要被你爸给害死了 你这个死丫头 我记购你多少次了 叫你不要把这件事 告诉你妈妈 你把我的话当上耳边疯了 啊 你 爸 不是我告诉我妈的 是我妈打电话给我 我见我妈妈好像知道了 我就没有隐瞒 我就告诉他了 你 我 帕卫森 你那孩子撒什么气啊 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 你胡说什么你 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 你为什么不让他告诉我 一龙是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不见了 我难道不应该知道吗 说 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 你说呀 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 你倒是说呀 放开 放手 哎呦 丁亚琴 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告诉你有用吗 你能帮上忙吗 你怎么在这里 我怎么在这儿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丁亚琴 这才一会儿不见 你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子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我们家保姆呢 丁亚琴 丁亚琴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你还是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这 你以为你进了潘家的大门 你就能麻雀变凤凰 你就能成为这儿的女主人吗 你别做梦了 放手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一天 我就永远是这儿的女主人 你永远都当不了女主人 你知道吗 这 你别直接梦想了你 放开 别打你 哎呀 滚 别打了 放开 我告诉你 你干什么 你别做梦了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放开 哎 哎 哎 啊 我告诉你 自打我从潘家的大门走出去的那一刻 我就跟自己说 以后你休想动我一根手指头 你想打我 你试试看 你来呀 你看看我到底是能不能给你点厉害教教 妈 帝爱请你这个疯女人 你拿着刀 你要干什么呀 疯女人 我是疯了 难道怎么样 我现在干什么我都不在乎 你们是瓷器 我是马骗 我不在乎 你们别逼我 我老儿子我什么都看得出来 你干什么 妈 别逼我 都放下 别刷了不起 放下放下 潘卫三 你说 儿子被绑 和你有没有关系 你别胡叫蛮缠了 玉龙是你儿子 难道不是我的儿子吗 我怎么可能绑架自己的儿子呢 真的 真的和你没有关系 亚琴 你也知道我有多么疼爱玉龙 我怎么可能让他去吃这些苦呢 可事情既然发生了 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 你放心吧 玉龙是我的亲骨肉 我一定会让他平平安安的回来的 好 那我在这里等你 我已是等到儿子 平安安回来为时 如果儿子不回来的话 潘卫三 我看见没完 还有你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不要惹我 你不要惹我听见了吗 玉龙 玉龙 玉龙还小 本身就有些顽皮 闹出点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 可问题是 为什么你那天不去接玉龙呢 我做美容的时间都是早预定好了 再说最近一直是赵珍珍去接玉龙 我就没有太在意 做美容有那么重要吗 明知道赵珍珍她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还让她去接玉龙 妈 难道只有玉龙是你的孩子我就不是吗 你回来那么久 一句都没有问过我最近过得好不好 你知道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你说什么呀 家辉 妈妈怎么会不心疼你 都是妈妈的孩子 妈妈哪个都心疼 如果那件事情不被揭穿 我是不会离家出走的 我不会抛下你们 玉龙也不会不见了 妈妈对不起你 我一直希望你能过上好日子 可是 总是事与愿违 不过你放心 我会为你们打算好一切的 天边的地平线 我以为能够触摸 就像 触摸你的温柔 像昨天的誓言 我以为明天会实现 可是爱 有时候会变 命远 命运 命运 不是说换就能够换 但是爱 永远 只能有一条主线 天空 永远又等着你的那朵雨 就算所有彩虹都离去 就算所有彩虹都离去 拥抱的心 会给你温暖 燃烧的火焰 陪你走到终点 爱燃烧 爱燃烧 梦幻的味道 忘不了 抱着你 直到世界变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相爱的心 会给你勇敢 燃烧的火焰 迎着你的笑脸 开玩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